各位同学 本期五福的长测 咱们抢先体验到了海豹06DMI 话说最近广东的天气 暴雨真的是巨多 它能成为比亚迪下一台爆款车型吗 跟着我的视角 接着往下看吧 首先必须明确一下它的定位 卡得真的特别准 介于驱逐舰05和海豹DMI之间 对应的王长王的车型则是秦L 预计的价格是12到15万 当你正式看到这期视频的时候 估计价格已经公布了 可能还会有不少的惊喜 有没有惊喜到你 可以先在评论区打上一波 而在这个价格之下 它给了你一个很典型的中型车的尺寸 4830 1875 1495 轴距则是2790 我想这是它开卷的第一步 而第二步当然是这个年轻动感的外观了 这也是海洋网旗下的产品一贯的年轻标签 首先这个前脸终于相对简洁了一番 整个辨识度我觉得还是不错的 而我最喜欢的一个角度 则是侧45度 整个溜背造型收的真的特别好 配合半隐藏式门把手 以及这个若赢若现的腰线 整个高级感就出来了 尾部依然延续了海洋美学设计 并且和前脸我觉得有点腰相呼应的感觉 在尾灯上面 它加了一些点状的作为装饰件 这个是不是浪花呀 后备箱还是比较大的 容积是550升 可以容纳一个30寸的行李箱 以及三个20寸的行李箱 对于一般的年轻家庭用户来说 我觉得完全足够了 类似这种海浪美学设计 我觉得也是比较迎合年轻人的口味 相对来说是比较简洁的 并没有像王朝王产品那样 用力过猛的感觉 方向盘样式更新了 并且握感有所提升 还是不错的 屏幕根据配置不同 分为三个不同的尺寸 10.1 12.8以及15.6 使用体验还是一如既往的好 比亚迪也是率先在车戏体验上 做了一个功夫的一个车戏 我觉得这个不会让大家失望 当然这个座椅呢 其实有点像这个浪花的设计一样 整个舒适性还是非常不错的 一体化的承托 看着也挺运动的 并且这个腿部的承托也是很到位的 主驾八项那种调节 副驾是四项那种调节 不知道这两项有没有全系标配 如果是的话 那还是挺良心的 当然高配车型呢 通风加热肯定是应应俱全的 后排体验真的是惊喜到我了 空间就很OK 头上还有一个很大的挖孔区域 并且它这个座椅的人体工程学设计 明显是改善过的 有点微微上扬的感觉 对你的支撑还是比较到位的 这个要给个赞 海胖06DMI是基于比亚迪 新一代插混整车平台打造而来 在各方面的提升还是比较明显的 别的不说 相比较驱逐件05而言 在动态层面的提升就很明显 这道插混系统有多省油 这样的老生常态的优点 我就不过多细说了 今天着重来聊聊 动态的驾驶感受方面的东西 首先先给大家下一个结论吧 我觉得它完全对得起 12到15万这个价格 至少在驾驶动态感受方面 它已经拔到了一个很标准的 20万级别的中型车的级别了 动力系统是一如既往的顺 整个提速过程是非常线性 非常有掌控感的 虽然在绝对值上 没办法给你一个很猛的推背感 但是整车给你的轻快感还是有的 至少对于年轻人来说 偶尔你想要撒几眼的话 还是能满足你的 所以说虽是一台家用车 但是对于年轻人小心思的照顾 还是得到位的对不对 当然这一次在底盘质感上面 它也是花了一些小心思的 比如前迈福迅和后四连杆的独立悬挂 它调教出来的感觉并不松散 反而有一点稍微紧绷加韧劲的感觉 这一点我觉得还是蛮不错的 毕竟年轻人开车 有的时候还是会比较猛的 当然支撑性肯定得到位对不对 而且这个悬挂对于外面 颠簸路段的隔绝 我觉得还是可以的 比如说我们压压井盖 过过减速带这种 其实相对来说 还是会帮你处理掉一些东西的 从这里可以看出来 海豹06DMI这台车的野心 其实还蛮强的 首先它要给你一个 好用的家用车的一个质感 同时也要照顾潜在的车主 尤其是一些年轻的 家庭用户的用车感受 所以我觉得这台车 还是挺看好的 再补充一点 方向盘的阻尼感来的 还是比较OK的 一点都不轻飘你知道吧 赶音效果的话中规中矩吧 算是一个正常的表现 在这个价位上 它没有用上双层革音玻璃 我觉得多多少少 还是有点小遗憾的 但是总体来说 整体的动态驾驶感受 还是很令我满意的 OK 在整体体验下来 以它的价格来看 产品力还是非常顶的 想成为下一台爆款车品 我想问题应该不大吧 关注我买车不纠结